美食永远流行 玩乐 才够fashion 来当一个A咖的时尚玩家 欢迎收听时尚玩家的单元 今天要带大家到哪里去呢 跨年咯 当然要带大家吃喝玩乐咯 5 4 3 4 1 哇 要跟2015年说拜拜了 2015年有欢笑 有悲伤 有愤怒 有感动 一年里面的酸甜苦辣 不管怎么说呢 都即将要跟旧的一年讲拜拜了 所以呢 为了迎接新的一年 元旦三天廉价 千万不要拜拜浪费啊 吃喝玩乐的专家 时尚玩家 要推荐大家 怎么从12月31号开始 一路的玩玩玩玩玩 一直玩一直玩玩到元旦 让听众朋友们各取所需 开心的迎新年 上市第一道曙光 跟最后一道夕阳哪里看 以及各县市跨年晚会 哪里的烟火最炫 跨年哪里吃美食等等 准备倒数了 5 4 3 2 1 告别2015就从送别太阳开始 那台湾用哪一些夕阳绝景呢 台南北门 井仔角 盐田 迷人的黄昏美景 本来就是台湾必拍的绝景之一 12月31号 更预估会有上万人来到这里欣赏美景 一边看表演 一边跟太阳说 Sayonara 另外呢 台湾的夕阳名产 还有西子湾 淡水 墾丁观山等等 赶快准备好你的相机脚架 帮2015的太阳拍张照 做个纪念吧 迎接着当然要吃一顿大餐来好好犒赏一下自己一年来的辛劳 那顺便跟朋友相聚联络感情 全台湾各县市的跨年晚会烟火秀当然也是重头戏 哪里的卡丝墙 哪里的烟火炫就往哪里去倒数吧 除了101烟火之外呢 还有连续举办六年烟火秀跨年活动的高雄一大世界 这次将会动用五万多发的特色烟火 把烟火秀加码到全台释放时间最长的888秒 搭配精心编排的音乐 将近15分钟的烟火照亮高雄天空 主题乐园的部分呢 剑湖山今年特别邀请到2015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冠军团队 要来操刀摩天轮J3飞缩演唱会 加设了两座烽火轮烟火设施 跟摩天轮形成三环的烟火旗绽放 那另外呢 跟特别的人度过11点59分 那一刻更是一个特别的回忆 除了人挤人的演唱会呢 在饭店烟火房倒数肯定会很难忘 又或者是趁着廉价三天度假去 那么饭店优惠啊 推荐民宿甚至是现在最热门的露营场地啊 那如果想要出国跨年 现在还有机会 最酷的旅游地点呢 现在就赶快碰碰运气 打电话订机票咯 紧接着走到2016年的第一天 当然要来一点特别的 第一刀光要去哪里找呢 西子湾 墾丁之外呢 阿里山 福龙 日月潭 何欢山 也都是看日出拍照的好地方 紧接着呢 这个热血青年啊 你可以参加 元旦路跑活动 或者是找三五好友一举之吃 平常很难吃到的经典排队早餐 那最后呢 资深电影人还要推荐2015 不看会后悔 兼没朋友的十部精彩电影 让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期待啊 不过呢 讲到跨年哦 吃吃喝喝送走2015 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啦 在12月这个重要的月份呢 不只需要好好的慰绕自己 要享受一顿美好的大餐 其中呢 牛排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啦 当然要选择这种高质感 然后跟美味料理兼顾的牛排餐厅 像美国知名牛排集团的 Alexander Stackhouse 以及Morton Stackhouse 都在台湾有了海外分店 那么进华酒店馆外的Just Grill 提供了高CP值的五星级美味 还有刚刚才落成的 这个Garden Kitchen 享受庭园美食饗宴 新选出台北这几间啊 最新有话题受注目 有质感的新牛排餐厅 就等大家来品味咯 以上就是今天时尚玩家的私房行程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见啦 上山下海走片天下 时尚玩家只想喝啦 本单元详细内容 请参考最新一期时尚玩家